一技重拳 又一技重拳 弱小无助的男人默默忍受着两名军官全权倒入的拷打 他没有罪 却被军官攥着手强行签字画鸭 男人并没有屈服 坚持声称人并不是他杀的 说那个小女孩是自己掉下去的 而士兵却装作没听到 粗暴地拿起男人手在纸上画鸭 男人疯狂抖动着双臂 他对死没有概念 真正让他恐惧的 是再也见不到自己可爱的女儿 这是一起令人痛彻心扉的世纪冤案 男人好心去救一位落水的女童 却被众人当成了变态杀人犯 判处死刑 但真正认识他的人都清楚 这个男人不可能杀人 他是一个智力水瓶颈六岁的智障患者 也是一位世界上最疼爱女儿的父亲 男人的女儿名叫奥娃 得知爸爸被抓后 他和奶奶在军营外守了整整一夜 但等来的却是将爸爸押送监狱的军车 奥娃大喊着飞奔过去 他要带爸爸回家 头破血流的男人听到女儿声音后坐立难安 他默念着别再追了 生怕女儿受到一丝伤害 贴着嘴里重复着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原来独眼巨人是属于妇女之间的暗号 说的是海边的一座废墟 事发当时里面站着一个人影 目睹了意外的全城 奥娃立马跑到那里 里面果然藏着一个小伙子 他也答应了给男人作证 可当奥娃带着太奶奶再来的时候 小伙子却不见了 另一边 男人被扔进了监狱中的七号牢房 面对一脸凶像的狱友 男人依然笑得像个孩子 狱友悄悄问狱警 这傻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啊 得知男人是杀害小女孩的凶手之后 连这群杀人放活的犯人也忍不了了 拉进厕所 一顿暴打 男人差一点被打死 消息很快传到一位司令官那里 他是死去女孩的父亲 他向监狱下达了死命令 所有犯人不得动男人一根汗毛 你以为这个司令官是仁慈或者公正吗 并不是 其实他早就想好了更残忍的死法 他要公开将男人吊死 让他死得人尽皆知 死后再也没有犯人敢在监狱虐待男人 同时男人也被彻底孤立 只好在一旁笨拙的给女儿写信 他告诉女儿 爸爸很好 这个地方也很好 爸爸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 男人并没有说谎 他真的把孕友当作朋友 一天夜里 男人醒着 看到欺负他最狠的胡子哥起床尿尿 接着又看到另一名犯人 鬼鬼祟祟跟了过去 只见他手里弹出一把小刀 说受人指使要胡子哥偿命 就在此时 男人挺身而出 结结实实地替胡子哥挡下致命一刀 惊魂未定的胡子哥 看着肚子淌血的男人 惊了 他不由地怀疑 眼前这个舍身救人的傻子 真的是杀人犯吗 这个智商只有六岁的智障患者 怎么可能是杀害小女孩的冷血杀手 他连一只小螳螂都不忍心伤害 还小心翼翼把他送到窗边放生 看到监狱中被囚禁的鸽子 他会温柔地把他捧在手心 放他飞向蓝天白云 男人的乐观善良也感染了身边的育友 他们清楚男人就是个智力有问题的孩子 别说是死刑 他根本就不应该进监狱 但卫生局给他开的诊断书却赫然写着智力正常 这显然是司令官的手臂 他操纵程序正义 无论如何要置男人于死地 不仅如此 司令还禁止所有人对男人进行探视 包括他的亲人 奥娃和太奶奶多次来监狱探望 却屡屡碰壁 由于太思念父亲 奥娃不顾阻拦跑到监狱墙外 大声叫着爸爸 另一边男人听到女儿的声音也来到了墙边 呼唤着彼此的名字 近两米后的墙壁 隔开的却是生与死的距离 男人被捕时没有反抗 被狱友殴打时也没有反抗 但这一刻他不知道哪来的力量 疯狂地要挣脱所有人的阻拦 奔向自己的女儿 狱友们也被这一幕触动到了 特别是被男人救过一命的胡子哥 胡子哥是牢里的万事通 无论什么东西都能打通关系搞进监狱 看着眼前伤心欲绝的男人 他决定报恩 他要想尽一切办法 把奥娃偷偷带进监狱 让他们妇女团聚 说干就干 第二天 胡子哥的老婆带着奥娃来到探监房 不露痕迹地把奥娃知道一个门边 内应的士兵趁人不注意 偷偷把他拉了进去 藏在餐车底下 推进了七号牢房 房间内所有的糙老爷们 瞬间被这个可爱的精灵治愈了 奥娃喊了声躺在床上的爸爸 男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然而女儿奥娃竟然真的出现在了眼前 妇女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奥娃告诉爸爸 自己找到了独眼巨人 他可以证明爸爸是无辜的 但很快 玉方接到线报 有个小女孩竟然被偷偷运进了监狱 这是要造反吗 典狱长带着人气冲冲地奔向七号牢房 典狱长愤怒地冲进牢房 犯人们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在一起 那一刻全都引地附体 但典狱长心里清楚 这个牢房里有一个人铁定不会说谎 男人并不清楚事态的严重性 面对典狱长的质问 诚实地指向床下的位置 他和女儿奥娃都以为在玩一场监狱中的捉迷藏 典狱长生气地要带奥娃离开 却被胡子哥拦住 典狱长不是傻子 他早就清楚这里面有蹊跷和冤情 但是面对强势的司令官 他一直选择视而不见 如今看着这对可怜的妇女 内心也开始剧烈震动 或许他也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典狱长决定去寻找奥娃说的关于独眼巨人的线索 他来到海边的那片废墟处 果然在石堆里发现了一套军装和一把步枪 他明白了 那个目击证人是个逃兵 所以才会躲在废墟 所以才逃之夭夭 不敢出来作证 但为了证明男人清白 让父女俩团聚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典狱长还真找到了那个逃兵 逃兵将一切合盘托出 眼看男人就能洗刷冤屈 重见天日 而这时 司令官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派人把逃兵压到军营的偏僻处 让逃兵把事发当天的经过再说一遍 然后慢慢走到逃兵身后 在司令官的眼中 正义 真相 甚至生命 不过轻于红毛 他已经根本不在乎男人是不是真凶 他就是固执地认为 有人得为女儿陪葬 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 就这样被无情地抹灭 绝望的典狱长知道男人时日无多 安排了父女俩最后的见面 看到奥娃瘦了 男人很心疼 问可不可以快些回家 反倒是奥娃在安慰他 很快爸爸就能出去了 离别之际 父女两人紧紧抱着哭泣 难舍难离 一向头脑简单的男人 似乎也意识到此地一别 就是永别 当天晚上就是男人行刑的日子 他不舍得跟玉友们一一告别 然后在月色下 一个绝望身影被送上了脚型下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男人的玉友们和监狱的典狱长以及士兵 正在偷偷谋划着一场让男人逃出身天的惊天大营救 这部土耳其电影改编自韩国的崔磊佳作 七号房的礼物